歡迎收看 球魁TV 大家好 我是球魁 最近開學了啊 所以我們球魁TV的頻道 決定變回雙周根 OK 既然開學 大家一定很想打球吧 不然站好啊 球魁今天教大家五招 花式傳球法 看好了喔 就是這 帥 有明明的休息 分解的動作一 先將我們的球扣在我們三條肌前側 維持這個動作 坐好它 扣著 那你在扣的時候 你的掌心啊 其實是不會碰到球的 只有用指腹 去扣住它 三條肌前側的位置 這是我們分解的動作 1 分解的動作 2 將球扣好之後呢 我們利用手肘的內側 瞬間將球打直 它就會彈起來 那如果你想要把這動作 變成傳球的話呢 必然花式傳球啊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手肘的內側 瞄準你要傳球的對象 像我要傳前面 它就會出去 我往旁邊傳 它就會傳出去 那有時候呢 我有可能會這樣玩它 譬如說 上欄腳弄做好了 上欄我們會踩這兩步 那有時候我踩這兩步 我在第一步的時候 這一下 我就傳球出去了 那這些就是花式傳球好玩的地方 讓大家猜不透 嗯? 就是我們的 第一刀 在這裡 三十四選手 KG hey yo みんな調子 動 動 どんなマークも 魔似で楽勝 軽く抜くぜ 恋慾 hey yo Inside Outside Defense 今日はどのくらい Say what? 躋着 俺らTimber 誰も止めれるわけないぜ 言っとけな Inside Outside ぶちかまそう 我們 特殊 าง 我還在那當笑 I said get the good that's all like the chance But come on HIP HOP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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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的動作一 我們先將球拿到背後 分解的動作二 將球拿到背後的從此 利用我們的手肘外側 這一塊的位置 去做撞擊、敲擊這顆球 那這個方向你要記得 務必我們腰一定要旋轉 高旋轉、扭動你的腰 借這個力量 它會讓你的球傳得更快、更準確 最後是我們第二招 分解的動作一 首先將你的球拿好 從外側扭動你的上升 維持這動作 分解的動作二 我們剛剛身體扭擋過後 指數抓你的球 朝你的方向 做一個傳球動作 那這動作你要做的低身一點 然後做的更像的話 就是眼睛不要看的傳球方 你可以看另外一邊 就像這樣子 我看那邊 就會往後傳 所以最後是我們的第三招 花式傳球 好 第四招呢 其實跟我們第一招 手肘內側的傳球 蠻像的 它是相同的原理 那首先分解的動作一 我們將球壓在吸窩的位置 壓好它、扣好它 分解的動作二 將你的吸窩啊 將球扣住之後啊 順勢的打直它 那打直這個動作啊 你可以想像是一個 往後動出去的動作 所以是 壓好 蹲 壓好 打直 最後是我們第四招 纷錄 楷錄 噴你的動作一 想像我們在做 做背後運球 那我們在做背後運球的時候 我們將球運過來這個點 運過來這個點 讓你每次的下球位置 都是一次的 在這個位置 這是我們會做的一 聽到落球的聲音 左腳鞋底 鞋底面直接做踢球傳球動作 這就是我的最後一招 OK 以上的五招花式傳球方法 你學會了嗎 如果你有更酷更帥的方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可以交流一下 那差不多這樣囉 球隊TV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那差不多這樣 OK 掰啊 同學 該收心準備上課囉 如果你沒有朋友的話 你可以像我這樣 直接用踢著把球踢進去 OK 隨便說的 掰